大家好,我是AV 阿里,小妹子啊 在台灣其實除了吃夜市 牛肉麵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選擇 在這條片就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平時在日常生活中 比較少遊客 台灣人都會去吃的美食 根本香菇肉筋只要30元台幣 很多時候這些檔案都是沒有菜單的 通常是直接看看車仔有什麼買 我來這裡經常吃的就是他們的香菇肉筋和他們的炒米粉 他們有筍絲 有肉片 還有一個很大顆的褲子 這間店的老闆娘因為知道我是香港人來拍攝 所以他們送了兩個他們的店很出名的菜給我 自己製的油蔥丸 他們的豬肉香腸 來台灣一定要吃香腸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形狀 你看 謝謝老闆娘 不客氣 拜拜 50藍 算是我看台灣最喜歡的珍珠藍色 頭幾間 在台灣其實很流行一人火鍋的 就不同香港的 你可以有自己的湯底 有自己的菜盤 還有自己的肉 我本身就很喜歡來吃這一間丸 因為他們有任吃雪糕 還有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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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料 就是這一間叫做竹蛋的火鍋 就是這樣啦 開吃啦 拜拜 喜歡這條片的人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集見 會不會用一見